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赚钱之类相对物质的目标 更多的人开始越来越关注健康 承受方面的话题 尤其是现在的老年人 对如何健康 如何养生 如何承受也是钻研颇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发布的 世界卫生统计2019的数据中显示 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寿命都有所提高 而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约76.1岁 在全世界排第50位 第一名则是日本 83.7岁 全世界人均寿命都在平均提升 这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医疗发展水平越来越高 疾病的治愈率也越来越高 能够达到如此高的一个平均寿命 与人们的保养有很大的关系 现如今很多老年人对于养生都是非常重视的 很多老人认为安分守己 每天多睡觉养精蓄锐 多走路锻炼身体 就能够达到长寿健康的效果 真的是这样吗 1.多睡觉多走路能让我们长寿吗 1.多睡觉能长寿吗 睡觉是人体修养生息的一个好时间段 只有通过睡觉才能够让身心放松 让体内的各个器官都逐渐恢复体力 人体在睡觉的时候 身体内的各个器官和各项机能都在进行调节 它能够对体内的受损细胞进行一定的修复 帮助大家提高抵抗力和免疫力 而且在睡觉的途中 身体还会积攒能量 因此当大家睡觉起床的时候 就会感觉浑身充满力气 精神头也是非常充足的 老年人每晚一般睡6至7小时 可算正常现象 不同年龄阶段 睡眠时间不同 中老年人或者是老年人 夜间睡眠时间偏短 入睡早 醒来早 则建议每晚最少要保证6小时的充足睡眠 个体差异不同 睡眠时间也可能会不同 有的人可能每晚只睡5个小时 但是睡眠质量很高 睡眠程度很深 也可以保证身体的健康 大家的睡眠只要满足这些时间段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多睡眠 多睡眠并不能够让人长寿 而是降低抵抗力和免疫力 因为如果大家长期躺在床上睡觉的话 会让自己的四肢变得无力 精神头也不足 长此以往就会导致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下降 而且如果睡得过多 长期让大脑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 就会导致血液流速变满 让老年人患上精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会增加 因此睡得多并不能够长寿 2.多走路能长寿吗? 现如今 大家每天早上基本都能够从公园中看到很多老年人的身影 他们有的在打太极拳 有的在急步走 走路是适合老年人为数不多的锻炼方式 老年人可以通过走路促进血液循环 加速形成代谢 走路也是非常基础的一个运动 可以让老年人的身体素质更加强劲 精神头也会更足 大脑更加清明 延缓衰老 虽然说走路有非常好的功效 但是老年人也需要注意部署 注意走路时间 走路并不是越多越好 如果多走路 反而会让老年人的身体承受不住 老年人的骨头和关节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慢慢退化 里面的关节粘液也会逐渐减少 导致骨头出现发轴的现象 如果老年人多走路 长期走路就会导致骨头和关节出现磨损 这样就很容易导致骨头病变 因此人越到老年之后 骨头的承受能力越差 所以多走路也不能够长寿 二 长寿的老人通常会具有几个特征 一 心情豁达 大家可以去观察身边长寿的老人 他们的心情都是非常豁达的 遇到事情总会看得开 因为他们活了大半辈子 什么事情都遇到过 所以一些小事情在他们面前就会变得微乎其微 其实想让老人长寿的小妙招就是心情豁达 心情豁达之后 每天都保持一个开心的情绪 校对生活 这样可以促进老年人体内的激素分泌 让体质更加强健 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增加 这就是长寿的一个途径 二 从来不挑食 潮寿的老人对于饮食都是非常讲究的 因为他们知道通过控制饮食 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因此各种营养元素他们都会去摄入 蛋白质 氨基酸 肥生素 微量元素 他们都是每天平衡摄入 来均衡饮食 就连脂肪 他们也会时常摄入一些 因为注意营养均衡 各种元素都能够摄入 才能够让身体的免疫屏障更加坚韧 患病率才会越来越低 三 多喝水 补充水分 人体是有70%左右的水构成的 随着人体年龄的不断增大 体内的水分也会逐渐减少 当体内的水分过少时 老年人的身体就会出现损伤 首先大家看到的就是肌肉过度萎缩 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 因此 很多长寿的老人 他们对于水是非常重视的 每天保持喝大量的水 这样可以促进肠胃消化 缓解便秘 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四 注意卫生 很多人老了之后 身体会散发出很大的老人味 这是人体那些肺物过度堆积造成的 这样的老人 他们的卫生清洁是很差的 如果任由这种代谢肺物 长期停留在皮肤表层 会增加老年人患病的几率 让老年人的免疫屏障受损 而那些长寿的老人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是非常注意卫生的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 这些老人虽然脸上布满皱纹 皮肤非常褶皱 但是却非常干净 身上也没有什么味道 五 坚持晒太阳 晒太阳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只要在自身允许晒太阳的情况下 适时以及适量晒太阳 将会有可能提升身体的阳气 并且还能够补充些许天然的钙质 晒太阳虽然是生活的细节 但是会影响长寿的大局 长期晒或者不晒太阳 有可能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正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 六 坚持做家务 做家务其实就是运动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都建议做力所能及的家务 既能够为家庭做贡献 体验到付出的快乐 又能够强身健体 比如洗碗 扫地 或者拖地等 既能够锻炼手 又能够锻炼脚 身体多个部位 会不同程度得到活动 只要有运动的心 家里面照样能够成为健身房 七 坚持倾诉 跟家里至亲要学会相互倾诉 由此在增进感情的同时 还能够畅所欲言 由此 内心才会更加畅快 有心事的时候 不妨说给至亲廷 到时候集思广义 心事 没准就能够迎刃而解 内心自然而然 畅通无阻 心里话不要跟谁都说 不要跟谁都不说 总之 长寿不是直来直去 而是迂回 唯有在多个方面 尽善尽美 长寿才有望 从梦想照进现实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 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